大家好,我是彩虹 面粉别再蒸馒头了,口感太单一 学着这样做,好吃到听不下来,比面包还香 300克面粉里加入3克酵母 再分次加入170克,35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再下手揉成搅滑滑的面团 盖好,醒发至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充满了气孔 取出面团揉面排气 把面团揉光滑后,搓成长条 平均分成6个面剂 盖好,放着风干 再把每个面剂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然后取最先揉好的面团,按扁 包入自己做的红豆馅 或是用满馅肠的也可以 虎口收拢法包好 在正反面,擀成长条形面片 擀的时候先压一压 让馅料分布的更均匀 然后在底端的位置摆上红枣条 再撒上红枣丁和葡萄干 在冲伤之下卷起来 尽量卷几十 稍微整理好形状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后,将生坯摆入到蒸屉中 盖好保鲜膜,再饧发20分钟 饧发到体积明显变大,形状饱满即可 放入蒸锅 水开后蒸15分钟 这样一块有内涵的小卷子就做好了 松软有弹性 层次丰富 馅料满满 吃起来枣香浓郁 还有葡萄干,酸酸甜甜的 正好综合了红枣的甜腻感 这样做的小卷子 吃上一次就上瘾 比面包还香 喜欢的朋友赶快做起来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